在這個跑步機上來這個走路 或是來聊聊走 看起來是很普通 不過外面上這幾代的健身器材 一點點就不簡單 因為是手上來現款的理論 健身器材 運動東西也可以來發電 然後它照電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人在運動的時候會有動能 它就會把這個動能轉換成電能 然後我們裡面有一個機制 就是可以直接進入電網 不需要電池直接進入電網 然後優先就被這個系統使用 然後在這邊因為我們有一個軟體系統 它那個系統可以去記錄 大家整個照電的一個情形 上方會有兩個排行 譬如說我們這邊到 從開始運動到現在的 總共誰來照電最多的男生跟女生是誰 上面會顯示出來 外面上這次運動中心 是這個吉米亞中心建立網工出社就已經有了 今年四月份進行大改裝 剛才在這裡的健身器材 讓觀眾運動健身當時 也可以落實到ESG的力量 那為了讓員工運動有好的設備 那我們也特別跟Sports Arts公司來合作 跟奇美食業一樣 我們引進了最高級的運動的設備 那同時這些運動設備在運動的時候 還能夠發電 那強調一個綠能的概念 讓員工在運動之餘 他能夠知道他為地球的數目 貢獻了多少的一個力量 那可以發電這樣 吉米便宜一定有任方言 標示說醫療連環沒有健康就沒辦法 為民眾來提供的醫療貨物 他健康基礎就是要運動 專心改裝的網工提示能中心 賣輸入口邊的健身板 有專心的運動器材 跟當運懷的運動課典 他來說運動中心的導致就是 會開到便宜網工最好的導致 他因為這次運動中心 整天人有開放 網工下班人可以隨時來使用 便宜網工每天人來報道 讓他的體能越來越好 也看到減少的效果 如果踏進來這麼的明亮 然後又寬敞舒適 安靜的環境裡面 我不但可以一邊運動 也一邊學習英文 我戴上耳機我可以學英文 所以我英文也進步了 我運動的體能也進步了 那請問大家想說蔡芳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